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莲花卫视现场直播互动节目澳门开港 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林雨涛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早几天司警征破了回归以来最大的一宗操纵卖淫案 无论是涉及的人士或涉及犯案的金额 其实都非常巨大的 据司警的调查过去一年 其实涉及的一些操纵卖淫集团的金额超过4亿元 亦都找到超过2500名妓女的相关资料 在歌刺行都捉到96名的华尔卖淫的女子 其实这件案件都引起社会的一个小轰动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宗案件里面所说的沙圈其实都文明已久 大家听了很久了 但是过去其实不时都有些行动 就说要去打击 但是似乎打击完之后就春风吹又生 很快又出现 其实这个情况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新司长上任之后 其实就征破了这件案件 尤其背后牵涉出一名酒店的高级人士 其实都涉案 这个令到大家都很关心这件案件 究竟司警高调打击这个卖淫案之后 究竟能不能够淨化到我们的社会环境 或者对我们一些黄色的事业 或者非法的事业能够有所打击呢 今天很高兴 请到两位现场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 请到的是包括立法议员黄结晶女士黄小姐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亦都请到民众建奥联盟理事长 亦都是社区警务联络主任 陈德胜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两位嘉宾就会和我们一起探讨 相关的议题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打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盈光幕上面的网址 或者我们澳门开港的Facebook 或者微信专业平台 和我们发表意见 和互动交流 在这里先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电讯管理局局长许智良就职 就职以色有运输公务司司长 洛南文主持 便作出简短讲话 许智良表示 首有工作在争取第一句之内 公布4G评标结果 便在年内投入服务 同时会跟进MTEL落下深固网牌照的情况 以当局已向MTEL发出互联网服务牌照 他表示 当局已会继续探讨 三网融合的发批机制和发区配套 期望两至三年内 推出三网融合的服务 有政权异人士预期 本欧上半年博彩需求仍然低迷 展望下半年阔伤 里岸政权消费和博彩业研究区委总监 Aaron Fischer认为 澳门去年的博彩娱乐需求放缓 原因是内地大力反摊 和经济增长放缓 收紧旅游签证 博彩中介人刘沙登 他还认为 本欧博彩市场潜在需求仍在增加 个找点入住录已非常高 未来三年 本欧多个大型项目 即将罗城开幕 会会博彩以带来生增长 和这么多非博彩元素 金融管理局公布 12月底 本欧博会储备资产总额 粗暴统计为 1314亿澳门元 较上予上升2.7% 以令澳门元 对澳门主要 无益伙伴货币强弱的 无以加权澳汇指数为 101.62 较11月上升0.99点 我们看了今天的新闻片段之后 会和大家探讨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们前几天 施警警告中回归以来 最大的一个操纵卖淫案 牵涉到的一个涉案金额 是超过4亿元 亦都牵涉了数千名妓女的资料 在现场 在这次行动组都捉到96名 亦都涉及一些 酒店的高级行政人员 似乎是有包庇和犯案 这些妓女需要交入入会费 保护费才可以在 这个所谓的沙圈里面去活动 亦都有长期包放 似乎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集团式的操作 施警在现在新的一家政府就任不救 就征破了这宗大案 坊间有些解读 是否新司上任三把火 究竟的详情是怎样呢 我们同时都准备了一条新闻片段 大家看看 近来警方不断征破大案 前几天警方在新口岸某酒店 更征破在澳门回归以来 最大中操纵卖淫集团案件 案中拘捕6人并带走96名卖淫女子 日前保安司司长黄少泽 到访消防局的时候被问 涉及有家族背景的人士 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黄少泽就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于法律不容许的事 警方有职责做好工作 不论是司警也好 或者治安警也好 都是长期按照正常程序 去进行的一些侦查或者执法工作 并没有什么特别 我请大家不过度去解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作为警方来说 是一个准则 作为准则 也是我们成功执法的一个前提 任何时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执法 这个始终是警方的职责 读和谎 法律是不容许的 既然不容许的 警方就有职责 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好吗 司长就叫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这些是一个恒常的工作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哪个犯罪都一事同仁 先和王议员谈一下 其实今次司警都在新一届政府上任这么快 一个新司长领导之下 真的打击了一个回归以来最大的操作卖淫的集团 其实涉案的数字都挺惊人的 作为议员你怎样看今次的打击 是否真的有办法将我们这些可能黄色的事业 都能够非法的事业押止住 或者是否能够发挥到静法社会的作用 会不会持续 你觉得可否持续下去呢 是否持续这样做下去 这个打击 其实司长也说了 其实是一连续都有去做的 只不过今次是可能回归以来最大宗 那会不会是部署上有一些安排 可能现在只是打一个头炮 未来还有呢 那我们其实可能可以让我们居民去看 他的持效性去到哪一处 还有就是呢 其实我也翻译过一些报纸的 其实之前我们平均其实每两个月 其实都有一些打击骂人的消息 是放出来的 但可能会每次都是少一点少一点 那今次会不会是他一个叫做大规模的行动 未来一些我们叫做一些行动 同行也都在部署我们也都期待 那还有就是也都可以可能是 响应我们现在叫做旅游城市的形象 可能要改变了 定位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定位出来 然后去慢慢就是透过这些定位 将我们的旅游城市的形象 再更加去提升 将之前的一些黄色的歪风 这些我们掃除了它 真是可以淨化一个社区 提升我们这个旅游城市的一个专业形象 明白 那我也都想请教姓哥 看看今次这件事是否真的有一些 杀鸡警猴的作用 能不能够做到这个作用 还有对社区的环境的正化 是否真的有一些正面的感觉呢 这方面 其实在这几年里面 我自己本身在中区里面 特别特别就是关注这些卖淫的事件里面 其实是一个社区的遍地开花 其实这次在沙圈里面 其实 诗长他说这个也都不是他身上去 就是有一个新的作用 特别的安排 持续的 其实任你怎样说也好 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嗯 市民的感觉是特别灵敏的 因为 市警里面 在做这个大动作 我想他回来之前 我想也有很久的时间 没有这个大行动 平日 等于黄议员所见到的报章里面 看到那个 通常都是治安警的掃黄行动里面 特别针对色情单张 因为这一区的色情单张 影响到市民 真是水深火热的 但是倒数在威尼斯里面 当时来说破获一个都相当惊人的一个叫做操控卖淫 但是最后呢 经过检控 经过法院 到最后成功检控 我都看不到有谁 就是很多都过不入 是的 但是这次为什么会有特别 我们有个感觉就是 亦都从今天的报章 和昨天的消息看到 这六个涉案的人士 已经在那里激留 亦都在等候去处理的时候 和往日的处理手法 我觉得不一样 还有我作为地区里面 我也是住在这一区 我觉得司长今次和我们的局长周伟光先生 作出这个果断的行动 我感到非常之开心 还有我作为一个市民是支持他的 但是很多市民也都在咖啡室茶余饭后都说 他会不会 阿胜哥这个会不会他们 新任 做完之后 为做而做 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有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很多时都会 因为我有个社区警务这个联络主任里面 经常会有参加一些会议地区里面交流 我感觉到 换了界之后 无论市面上的交通多了 无论市面上 好像我们街里面那些便庄的素黄的也都真的多了 那怎样都好 那政府里面 做得比较是正面的事情 我们首先要给个正面 也都去支持他 但是我们也都要看个时间 去看一下他怎样去做 才可以说 我们的思想 有没有到这方面 是比以前 最紧要呢 人呢 我觉得就活在当下 嗯 以往做得不好 就因为以前有些事情做得 不是说令到市民那么满意 令到当区的居民不满意 所以就是 所以换了一些官员 包括司长 就是要比他们干得更好 那么今次一开始的时候 就吸引到我们市民的信心 起码我们当区的市民 在这件事里面 是非常之正面的 在这里 那其实刚才说到 这方面大家都希望 就是 亭其言官忌行 看是否真的能够持续下去 但是其实除了卖淫之外 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的 一些影响社区的一些问题 其实阿晶你自己会觉得 除了卖淫这个问题 真的要打击之外 我们还有没有一些 其他社区都关注的 一些犯罪问题 或者尤其和博彩业 相关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 警方或者要加强打击 或者有部署在 其实看之前说过 就是色情单张的派法 其实圣哥一直都在跟进 现在在法例上 之前也说过 相关的法例要做一个收法 但是我们每次都未见到 现在原用的 我们叫做本地贩卖陈列 以及展示色情淫蝕物品相关的措施 或者制定的法例 已经是30年了 局长在5月份的时候 说会有资讯收法 但是现在我们未见到 作为我一个议员 应该是继续去跟进去打击 你现在派法色情单张 我们就是用了一个 叫做 除地扔垃圾这个法例 亦都有展示 灰蝕物品的一个罪 两样都有用 但是现在能控制的 不是用那条罪 我们打击的可能是表面 我们背后是一个 操控卖陈集团的最关键 以及影响了整个社区的一个风气 对我们的下一代青少年的一些影响 特别有些在北区 其实我自己也遇过一件事 因为北区也散落 还有一些流氧 或者都有派在这些单张的地方 其实在那区的治安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女性 其实出夜街 站在那里 无端端会招来 给一些陌生人的勾搭 语言 其实也会有一个影响 整个社区的影响 其实我也知道有些金人反映 例如有些淫斗 在某些区域 有些人暗错门 其实对其他住户 都很大的骚扰 都是类似这些 这是其一 而且我们住在一个旧区 楼上楼下 可能每一个一楼 可能是正常家庭 楼上的可能会出现 就是这样 我们下一代看到这些情况 我们怎样跟他说 怎样跟他解释 这就是影响了下一代的成长 还有就是一个网络的宣传 因为现在其实是网上打击 基本上是没有的 如果这些广告在网上再蔓延的话 也会影响着我们整个下一代 或者是我们整个社区犯罪的一个温床 不过也是 除了网上或者一些广告之外 其实一些社交媒体 甚至乎现在喜欢在周围尋人 也有很多社交媒体的功能 其实之前前任司长也提过 他自己也说也收过这些信息 其实性格这方面 是否真的我们怎么处理 表面上 操控埋淫 尤其今次之后 可能会有些收敛 当然我们其他的一些地方 大家都看到还有一些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够 有一个行上的措施或者政策 能够令到整体澳门这些黄色的事业 能够减到最低 对下一代 刚才有黄元也提到 对下一代的影响减到最低 但是这方面有什么办法 其实在关注这个色情的影响社区里面 其实我和这几年苦暖里面 合作都有三四年 亦都和他们的前任理事长 焦银英女士里面 又开始走过来一路做 但是我发觉就是说 现在好像刚刚这个沙圈里面 刚刚灭了 但是这两晚 我亦都和我们的业主 在这附近里面 即是新港湾这一带 就是我家附近而已 但是我觉得这些色情单张 昨晚九点多 已经再有人出来派 我亦都致电去报警 前晚十点多又出来派 亦都第二招 那就是第二招 因为比较晚 我也都不想说什么 亦都致电去三区里面 叫他们处理 那就是证明 其实这个震惑还未足够 因为澳门 你说何止一个沙圈 就是说笑 还有一个猪圈 雞圈很多个圈 亦都在尼岛里面 近着威尼斯里面 那条街 每晚你最平常去走 大家都知道 起码有一百至两百个妓女 在走来走去 这个 你是不是这么夸张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 在威尼斯的外 是啊 金刚大道那条马路里面 就有了 亦都我们在同坦 区里面 开警务会议里面的时候 我们都提了这个问题 他们都是确认了 他们都是跟进 但是好像一个沙圈那样 会不会另外一个大的沙圈 比这个沙圈更大呢 但是因为澳门 现在铺下这个沙圈 就是因为有一个酒店的高层 牵涉到 亦都是有名人士里面 去牵涉这些的时候 其实大家三思下 我们的未来的倒牌 就是等于我们16年的检讨 2022年是吧 2022年的倒牌 就基本上到期了 大家都因为有前后 但是中期就会有一个检讨 其实是1516开始了 其实在一个检讨里面 我想说加个元素进去 其实不知道大家认为 对不对 就是说 好像这个普京 今次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持有倒牌 因为这家屋是你的 这个地方是你的 你要管好的地方 而你有高层去参与董事 去参与这些 影响着我们特区政府的形象 和我们社会里面 就是一个秩序和卫生 和我们的风气和教育 所有都牵涉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个扣分制度 当你去打分的时候 你要逐牌的时候 那些我扣你分 相反 你这个牌 管理得好 管理得好 还有一个社会的责任 为社会做很多事的时候 应该是加分给他 那我在这部分说了这么多 我认为他们必须要考虑这一点 不过呢 讲开呢 亦都想请教两位嘉宾 其实呢 刚才片段里面 都有一段说话 就是说 其实就剪不完 原句就是说 有记者问师长 就说 其实黄岛独 在中国人过去都是一家 有岛 可能会涉及一些黄 甚至是独 但是呢 黄岛独里面 司长也说得明白 其实呢 岛在澳门是合法的 那黄和独肯定是不合法的 那其实中间 我们怎样确保 合法的这个岛 它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之余呢 其实是怎样 将这些家人分开呢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就是 中间我们中间 应该有什么策略去做 还有其实我也都知道 大家 如果看回一些薄争的数字 我们去年 其实虽然岛收微跌 2.2% 但是其实我们看回去 就是中长收入 头三季 其实第四季未出 第三季 头三季 都是升了25% 就是其实看回去 中长收入 其实都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我们的追求 其实中长收入上升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其实黄色的事业 我们都应该同步去压止 去将我们的结构去扭转呢 黄议员 你们怎么看这方面 如果你说到 其实黄色事业 根本在澳门就是不合法的 也都不要想到 它将它我们理想化 变成合法化 其实是将来一系列的措施 去做一个监管 以及进行一个打击 而不要让我们觉得 应该是一家人 就是他们一家人 就是问你怎么打击 他又不是说要合法的 是的 刚才圣哥说得对 就是你在博彩娱乐场里面 在我如何进行一个系统性去监管 你标明就是随时有人来查的时候 我提供的一些娱乐服务 都是一个合法的 你有理据有证据的 至于是外围的 其实他在那里走 你也搜索不到 这个其实举证也有一个困难 但可能会重回一些 因为如果是一些外籍人士 我们可以加强一些附近的巡邏 看看他们是否一个过期居留 或者他们会否有一些 其实不良的记录已经存在 其实这些可以从外围的方法 再去做得更多 加强传查 至少那些人有些自己 可能心中有愧的事情 其实他都可能会警醒一些 其实胜哥你又怎样看这方面 其实施长说 他觉得很巧妙 就是说这个黄岛独是不分家的 只有这个岛独就合法化 但他有一半没有说 他没有说一定是很健康 因为你合法不等于健康 是两回事 如果你健康的 这些牽涉里面 旁边的两兄弟 岛和黄色的 其实特区政府 这个时候应该是要修正 除了这个岛里面 这个收入 和所有的贵品厅里面 开始扭转的时候 我们要适当一些措施出来 去压折 比如这么说 卖人的记录从哪里来呢 大部分都是偷渡 怎样过来的呢 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的 填海区里面 包括我们的海关 包括我们的水警 包括我们的治安警 有没有去做一个防御的 是怎样去做呢 因为从会议里面 他就是释放消息给我们 他们加强了巡邏 但是治安警说 在街里面很多时候一截到 很多都是过期啊 偷渡啊 甚至打击非法旅馆里面 一间屋里面 拉到十个人 有六七个是没有症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源头 你想倒截它 你先做第一条防线 就是等于黄议员说 你在那里偷渡 你先要下手去倒截 倒截呢 是要有辅助的配件 天眼 快艇 还有你有一个专专 针对偷渡的部门 去分析 去部署 去部署 因为那个情报里面 和国内交流 是很重要的 你明白吗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那你说被打击 你说我信不信呢 我主体不出声 我没有说不信 我不出声 但是市民里面知道 为什么看到新闻打开 这些又拉到几十个 我记得东防里面 他们列出来 九百多人去巡派 去检查次数 它里面有 不少人是没有症的 也有日本人 有台湾人 有国内的 哇 是几百个 那已经差不多有三分一 那你 很可怕 我觉得 那你里面 是不是说 一个管理里面 是不是一定要一个东防 那你是每一个月 每个礼拜 每天去做 可不可以呢 市民现在只要 就是想看到你 对社会的承诺 不是说 你什么案子都会破 但你起码说 防罪的意识 说给他 带他进去社区 我们不是寄望单单 你破了沙圈 我们就满足 我们是希望 未来在街上 我们出街 感觉是很良好的治安 这是我们需要 不过其实 就是操纵卖淫 或者相关罪案 其实可能都是一些表证 刚才阿胜哥都说到 包括很多 非法入境 预期逗留的人士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罪恶的源头 或者是温床 这些人 如果一天在澳门 其实他即使不从事卖淫 或者其他 可能他又从事另外一些犯罪 到最终都是 社区受影响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就探讨一下 施警日前破获一宗 即是回归以来最大的一个操纵卖淫案 起出的一些资料显示 涉及违法的款项 超过4亿元 亦都涉及数千名妓女的资料 这个确实令到社会很关注 究竟是否有新的思想 有新的作风呢 我们不如听听听观众朋友 這個國王也是有的 即使黑衣環也很多 很多地方都有,我也看到很多 是的,我不再多說 近來有沒有改善,陳小姐? 近來就少一點 少一點 希望今後繼續努力 執法為澳門的青少年和市民有一個健康的環境 靖哥,都很感謝你 盡心盡力 是的,我衷心很感謝你 為我們新南韓一帶的市民做了很多好事 是很感激你 大家都有目共睹 希望警方 將那些淫婆淫媒 色情單張 掃得乾乾淨淨 有一天 晚上,我經過普京門口 看到淫婆就在那裡把之前的淫章散在地上 但是她的駕駛就收了 之前的淫章就收了在普京門口的大花盆那裡 很大袋的之前的淫章 即是大花盆那裡 是的 我說 你都是女人,為甚麼你做這種事 你會不會害羞 那你那裡怎麼說呢 他說 你這麼多人幹甚麼 他找人打你 我真是很憤恨 不知怎樣說好 這些色情單張 不是一時一日 是很多年了 明白 我為這些事都說過很多次了 希望政府真是要加倍努力執法 為我們市民服務 多謝陳小姐 陳小姐的意思是 除了大力打擊這些賣民集團之外 這些色情單張 或者派發的人 其實都要打擊 否則可能這個黃色事業 會不會道之不絕 或者我們還有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是的 請說 今天早上跟黃議員談過 不過我想說說 想補回說說 因為我看到施警的回應 跟我的朋友託我說 東周刊那件事 他是說 不是說已經崩了出來 而是東周刊聲稱擁有 是還沒崩出來的 李小姐我不是太了解 但是關於今天的賣淫案件 是甚麼來的 是淫警案那件 李小姐 因為你覺得淫警案 跟今天的賣淫集團有關係 因為相關的 因為趁著黃議員在這裏 因為那件事 我們是拜託他 因為他是直直選議員 叫他跟開 叫他跟一跟 就是說 因為今天的施警的回應 只是說 翻查資料 沒有看到它燈出來 是 是沒有燈出來 不過人家聲稱擁有 什麼時候燈不知道 我希望黃議員 跟一跟施警辦那裏 擁有些甚麼 李小姐 因為我也不太清楚 之前淫警那些受害少女的相片 東周漢聲稱說他有這些 擁有 知道 李小姐還有其他意見 另外還有說 那個 即庆那些情況 其實 普京那個 那些 那些 那些女士在那裏走圈 好像走圈了十幾二十年 不是說一兩年 我不明白為甚麼 報章說一年 不是 報章說是根據施警的查獲 這個集團 最少運作了一年 為甚麼十幾二十年 我想 大大話話都整二十年了 有沒有搞錯 另外想關注 希望關注色情單張的人 其實 我也都很希望關注你 即是登堂 入室有官方喉舌報的澳門日報 其實她的色情成份 被我扔出去的那些 遺害家庭 其實更嚴重 因為這份報章 其實呢 第一 你是每個月拿澳門人的資助 另外就是說 澳門人給你一個特地 你建大樓 其實你應該感恩澳門人 不過李小姐說的肯定就是 色情廣告的規果 是的 色情廣告 明白 我會回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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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那些長者關注到我們長者的居住殘荷危的問題 多謝你先 是 怎樣看賣淫的問題 現在又說回賣淫的問題 是請講 學者先是李小姐說的 嗯 你在賭場裏面做的 出入的都知道的了 是二十幾年的了 是 他亦都是分了兩層樓 普京、九層 五樓和八樓是專門給他們做的 做房間的 做過個都知道的了 我唯一 反過來我現在不是高興 嗯 我就想起來就是想到 為什麼 李小姐說這麼多年 沒有人理到 你說這個集團一年 是不是我們的公眾人士信呢 嗯 還有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前任那個司長他不做事呢 嗯 現在你這個一轉任 立刻可以破搭呢 嗯 什麼原因呢 嗯 是他不做事呢 就是說有什麼問題呢 嗯 還有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說呢 陳先生 李正先生說 那個黃金剛大道那裡 是 那個新爐天地那裡 那裡那裡 噴水池那裡 一撥扣的時候 是站在那裡的 嗯 就是因為人家的管理人員做事 嗯 要那些保安把他們驅逐了 出去馬路那裡 嗯 現在還在馬路啊 陳先生 你有空去看看 還有一件事呢 不是啊 陳先生不是說馬路 也是說馬路 他那個人 他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我也聽過 我也知道 有這個情況 是的 你也知道了嘛 嗯 嗯 還有一件事 學一下李小姐 鄭先生說的 你看一下那個非牟尼報紙 嗯 跟你們鄭先生拍出來的那些卡點 五六 那個非牟尼報紙 他五六日 賣出來的廣告 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是差了 沒有彩色 嗯 那你再看一下 那個非牟尼報紙 即是都是色情廣告的問題 我不知道 你看一下 你們評論一下 是不是色情廣告 他是法律可以分 法律有的 再看一下 他那個短 那個小的那個 那個廣告那裡 有多少愛摩那些 明白 OK 為什麼沒有人 那些警員做不到事的 明知道的 為什麼 我們愛國 愛澳非牟尼 這麼奇怪的 OK 王小姐還有一個問題 你問問 是 我記得 六七一二三後 那個人王公 就搞過一個 那個煉武的 你們虎聯 就已經上去踩場 禁止 西蒲國政府 也因應你們的抗議 又禁止了一段 一段 一段時期 那就是這個 這個沙圈 既然是做了 成 李小姐說 成二十幾年 為什麼 我不見 互聯大者出聲 很奇怪 OK 多謝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也是在說 其實有些 好像默淫的問題 確實是長期存在 或者廣告 幾位觀眾都有問過問題 或者都給兩位回應 阿勝哥回應 之後阿正 首先回應李小姐 因為他幾個場合裏面 都去提出這個問題 為什麼澳門日報呢 為什麼我有沒有關注到呢 其實對我非常不公平 但我一做過事 我就不是經常去跟別人說 因為在這個澳門日報當時 登這個 一些外魔 廣告 當時非常露骨 早上我在澳門廣場 亦都跟他講 亦都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 他非常露骨 當時登出來 他不可以 這裏我不要表述 是 靠其因為這件事 我直接打了電話 給前司長 因為我對這方面抗議 我就是說這些字眼 那些小朋友看到問我 是 這個怎樣解釋 我不能回答 最後這件事 我沒有講從有講的 因為李小姐也聽到 就是罰了一個小個的 我的小兒 就是這件事裏面 最後我亦都打了電話 給衛生局的局長 說為什麼我們報紙裏面 為什麼這麼多的按摩 他們不需要拿牌的嗎 他們不需要受管的嗎 他們不需要去什麼 因為牽涉到衛生 牽涉到大廈的治安問題 一連串的工作 亦都致電到澳門日報 要求他們去正視這件事 但是整個裏面 我是有做到的 我亦都受到市民的建議 或者監督或者批評都沒有問題 但這件事因為都提了很久了 在這裏有個場合 我就說一說出來 你可以去查的 我有沒有做 不過幾位觀眾朋友都關注到 其實一些色情的廣告 在澳門的刊登 現在真是無法可依 亦都沒有法律的監管 或者沒有部門的監管 其實這個 確實是值得我們要去討論 或者思考我們怎樣做好 因為不單是賣在這裏 甚至乎一些博彩的廣告 現在賣在街外的 你說他是不是博彩 都很明色的 但是他可能 甚至乎有些 當罰款是一個成本 阿禎你怎樣看 都涉及到法律的時候 如果我們將來有法可依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這些一定會是收斂的 所以其實未來就這方面 我們都建議政府在這方面 都要加強立法的工作 去填補我們現在存在的一些漏洞 我們不希望這些宣傳的風氣 再繼續蔓延下去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過剛才陳先生另外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一些賣淫的女子 或者一些燕帽的活動 但其實我知道應該是 你們也有個專門的熱線電話 是給一些可能是 打擊販賣人口 這個是不是其實 都是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不是全部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但他如果需要求助 或者是他已經是走出來的 那麼他可以用這個求助熱線 去得到我們的支援 有沒有這些支援其他收到 或者是怎樣的 不是說很多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但可能因為這些都是外地人 是的 還有他們可能收到的時候 可能他們出來已經報了警 不是打這條熱線 其實這個服務有待繼續去提高 或者將這個宣傳性再擴大 這個我沒有記錯 不過應該是相關國際公約的 我們都要履行是實用的 其實都是有這些服務 針對他們的 但當然可能很多上面 宣傳各方面 我們怎樣做得更好 這方面肯定要加強的了 明白 OK 其實說到賣淫 或者各方面 其實現在大家 觀眾朋友當然覺得 有個疑問的 有些是否真是很久了 你說過去是否沒有打擊呢 其實都有的 即是久不久 又說去訴場 橙港澳行動、粵澳行動 我聽說都有的 每一次這些巡查犯罪 打擊犯罪行動 相信應該都有 有一批人被捉了 但似乎 很多時候真的春風吹又生 沙圈可能他捉完了 其實就收斂了一天半天 又出來 其實這個情況確實是 澳門沙圈的問題 肯定不是今天 其實是否過去那種 力度或者是沒有 還有是否沒有起清後面的 一些龐大的犯罪集團 沒有連根拔起 所以才是春風吹又生 兩位怎樣看呢 其實看回現在澳門的刑罰 都不是整體來計 都不是太重的時候 相對其實是黃或者是毒 其實在澳門來的犯罪成本這麼低的時候 其實也很容易借澳門來做 做這個犯罪的基地 所以你說春風吹又生 一班打完 可能有一班來 他們覺得付出的代價其實不太多的時候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沒有阻礙的作用 可能在法則上面 其實我們都要思考一下 整個刑罰方面 是打擊 譬如淫會 加重淫會最好方面 是否對於現在來說 還是足夠 符合現在我們實際的需要 當然也涉及到 整個法例的修改 刑法 就不是可以一步登天 可以進行再進一步的探討 但打擊就肯定需要 但打擊之後 如果大家都覺得打擊完 法則不夠 我們就要探討法律 聖哥怎樣看 這件事 我又分開兩樣看 第一 他的罰則肯定不夠 因為他賣淫 他是罰五千元 第二屆他出境 其實這個我覺得 要一個收罰 要加強 我要強調 就是個別賣淫 這是行政處罰 操控賣淫 他就有罪 是一個刑事罪 是一個刑事罪 你賣淫 是一個行政處罰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說 春風吹又生 我們的法院 塞車 大家都很清楚 一件案件可能排五年七年 但當警方去抓到這件事的時候 證據可能當時會比較齊全 但是經過漫長的日子 五年七年 所謂的 他們那些俗稱叫馬夫號 幕後的人 已經逃之夭夭 而捉到的妓女 亦都遣返他原地 那時候 整個案件的證據 就在時間裏面消失了 令到他有個空間 而逃離了這個法律的制裁 至少人證大部分都淡亡 有心無意都好 說得好一點 他就離開 有些說得不好 他已經不在人間 即是斷了之後 他沒有辦法起訴 這是我們的弊病 如果你想治好這件事的時候 警方去抓得這麼積極的時候 你法院怎樣 令到他不塞車 好像今次這樣 驚訝了檢察院 立即做的時候 有什麼最快的渠道去審判他 要定了他的罪 這個關鍵 如果好像這個沙圈的案 五年之後是審 那麼很多的證據 隨著時間的流失 亦都可能是歸於零 所以這件事 我們空歡喜一場 所以如何優化司法程序 針對一些 我們覺得社會認為重要的罪案 其實都是需要的 多方面著手 歡迎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 我們剛才說到 和大家探討澳門相關的賣淫 操縱賣淫 究竟如何打擊 打擊了一座大案之後 是否能夠起到阻嚇的作用 在這裡我們有觀眾朋友 黃小姐的電話 黃小姐你好 你好 黃小姐怎樣看 林森你好 兩位嘉賓好 我看剛才陳生講得很好 就是法治 你要想治這個賣淫的活動 賣淫的罪犯 真的從法律上 儘快給他一個打擊 就是不能等啊 這個案子一等 過了幾年以後 就沒法成立了吧 好吧 剛才陳生講得很詳細 另外我今天很想給 新的保安司司長 黃司長一個讚 希望他把這個 保安部隊領導好 把我們的警察領導好 應該仔細的 更加全面地做好 這個青黃色的 這些打擊運動做好 黃小姐你覺得怎樣 能夠做好一點呢 除了家庭 你看那個 那個街上 撇了那麼多的 那個黃色的那個卡片 嗯 那可以給他收起來 真正去查他的底 罰到他近 是吧 嗯 就是查出源頭 是吧 那源頭 從源頭拔起 嗯 必須這樣去做 他這一次 就是從源頭拔起嘛 打了一個大老虎嘛 你做官的必須敢 敢去做 上任司長沒做 好去我們的法律之後 那幾個 那幾個做那賣人的 做那個不正當 那些活動的人 他就專法律的漏洞 還是法律要健全 那你有法律他就怕法律的嗎 嗯 明白 法律健全 法院的也要跟進 嗯 法院應該有重的案子 要先辦的嘛 嗯 不能等嘛 尤其先是民生的那些 如果還有這個 賣淫的這個 哇我一聽兩千四百多人 都是大陸來賣淫的 一個是你海關那裡應該也拔緊 應該衛生局也要查啊 嗯 他們那幾個人真的有了那個 艾滋病啊 也影響澳門人的健康啊 嗯 他們去了公眾場合 那些人摸了最後摸了那 他的那幾個 他的那個艾滋病毒 違反我們的澳門人的健康 影響了澳門人的那個 影響澳門的那個感官啊 嗯明白 你做旅遊程序 你這個賭現在給你開放了 哇你這個賣淫也賭啊 也開放啊 真是嚇死人 我是在台灣台看見 我剛才在澳門台還沒有播的時候 在台灣台看到 嗯 確實這一個大老虎這回 黃司長給他救出來 希望他再接再厲 嗯明白 讓澳門去治安搞好 OK 多謝了黃小姐 黃小姐也希望再接再禮 司長也都說到 其實應該要從源頭做起啊 在法律上面 其實又要修訂 去更新回適合時代的發展 還有其實那個辦案速度呢 其實都是我們剛才說的這幾方面 都認同的 其實說開啦 除了我們說這些操控賣淫 各方面 其實現在我們見到 新司長上任 潛乎警隊 治安警 司法警 好啊 感覺上呢 因為我們接觸最多 真是好像有些新的風氣 包括的士上面呢 頭一個禮拜呢 大家都經常都說的士違規行為 頭一個禮拜 抓了三百多單 另外也都看到 之前也都破了毒品大案 今次 操控賣淫 其實是不是都會有些新的氣象 其實會不會 我也聽過司長說 他提出一個三個警務的概念 一個叫主動警務 一個叫社區警務 一個叫公關警務 主動警務就是主動去關心問題 主動去解決問題 可能他今次都主動打擊了這宗賣淫案 那社區警務 可能都是通過 包括阿勝哥都是社區警務聯絡主任 或者是否都是通過社區的溝通交流呢 其實都是希望能夠知道社區的問題 去回應到社區對治安問題的訴求 另外公關就是希望 公關警務 希望能夠通過公關的手段 不是包裝 是能夠讓警方的一些問題 或者需要 或者希望通過一些新的騙案模式 就通過這些公關警務 向社會宣揚 去避免這些罪案發生 這三個方面 我想等一下問問兩位嘉賓怎樣看 因為我們現在有楊先生 先聽一下楊先生 所謂人 楊先生 你好 楊先生請說 我講 是 請說 楊先生 那些問題早早都有 是 政府在這裡的時間幾十年 為什麼沒有打擊 不是沒有打擊 不過那些控制就是這樣 那些真相 那些全世界都是這樣 真相 現在問題就是利益問題 現在大陸那些機器 全部跑到澳門家來 大陸那些玩不到食物 大陸的酒店都很難清清 現在澳門兩邊有衝突 現在澳門 希望大陸安起上來 那些都是玩食 那些經濟利益問題 不是打擊不打擊 全世界都是這樣打擊 明白 很多人的威嚇 怎麼會影響 其實你太燃 其實你要打 逼到別處 明白 楊先生 太燃都是反攻 那些是自圓的 那些不是長逼 如果是長逼的那些 當然不行 知道 OK 多謝了楊先生 楊先生的觀點就是 其實可能都是 跟周邊地區打擊的 有關係的 有一個平衡的 可能如果打得炎 他覺得會來到內地 亦都他强调可能里面有很多人是自愈卖淫的 中间你逼他去哪里他都会去做这个行业 这是梁先生的看法 其实问回两位 刚才说过主动警务、社区警务、公关警务 其实这些是否一些都可以作为我们未来五年一些治安的策略 各方面你们认不认同这些方面 郑英你先说 在于新司长 我们其实居民都期望有一些新的面貌、新的作风 或者我们叫新的一个愿景出来 其实现在拋出了三个理念 其实可能亦都是司长上任之后的一些愿景 未来的方向、方针的发展 我们都期待新一期的施政报告里面 司长会不会有更加新的一些突破新的措施 让我们可以看到就不是那么概念化了 这样比我们居民更有一个信心 我们整个政府是去马向前的 社会上存在的问题 未来的司长官员积极去解决 亦都是我们居民希望去见到的 那确实是一些口号 听上去都不会有错的 但问题是执行上是怎样的呢 是否胜光这方面我们要看下 他们的执行 他们的三点其实是很欣赏的 因为王少泽司长 和上一届的司长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分别在哪里呢 他协调这个司法和治安 他是高的 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高呢 因为他两边他都做了这么多年 他又掌握 还有他在司法系统里面 他在一个检察官里面 他根据法律和一个行使 即是叫做制度化 我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强的 即是在那几个范畴都浸过下 其实都熟悉的 不同范畴的问题 关系怎样去处理 所以提出第二点里面 就是在你司法局长里面 你觉得他有个影子就是说 他第一句就是说以人为本 用一个社区 这个民生发生的事 去导向警区所做的工作 保留工作 这个是相当好的 我们常常议员好 特区好 包括很多社团都说 都希望政府里面 他自己说急市民所急 问题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没有关注这些社区 发生什么民生的事 你都不知道 是吧 譬如如果人的法律 急着要改变一些影响到 大部分人的公共利益 和一个动物 又是影响到一个部分的时候 你取写什么呢 我取写才是先搞人 因为人里面 很多事情再处理后面 是有先后援急的 但是在这里面 所以我说 你就要所谓 每个司长都要接地气 如果你不是以人为本 你不是放市民在心中 你不会跟他办一件事 因为市民发生一件事 他都觉得很大 在官员里面 我每天处理数十单 我不当是一回事 那在里面 他们一宣誓的时候 就说这个是以人为本里面 他做第二点 是相当好 第三点 在公关里面 特别是行骗 和一些诈骗 很多事情就是通过公关的技巧里面 释放了你的讯息 释放了你的情报 释放了我们的预防 这样对整个社区里面 大家可以 例如这么说 有个良性的互动 你开始爆炸的 或者一些爬手的 或者你通过公关里面 你的一个讯息里面 出到你的时候 我这个防御性是强了 你明白 即使没有做到市民的防御性强了 事件就会少发生了 到最后 都想问一下两位时间不多 每人30秒 其实说一下对新一届 可能在治安范畴 保安范畴 其实对思想的新的期望 工作的期望 究竟应该如何让我们的治安 或者我们居民感觉的治安 会更好呢 或者阿晶先 请说 社区发生的问题 其实如果影响到我们治安 其实对我们人生安全也有影响的话 其实当局应该就这方面 要加强去进行一个打击 现在存在不足的地方 也都凭着思想的经验 希望去进行工作会做得更加好 我们真的要针对社区的问题去作出回应 你怎么看 我觉得 虽然很短短的时间 但是我对未来这个治安里面 可以找到他 甚至里面可以打电话找到他 那变成我们在这个区发生 特急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交流到经验的时候 可以分享 就算他帮不帮到我 我起码也要拿到他教我怎么做 至少大家都可以直接沟通 没错了 非常欣赏 明白 今天多谢两位 我相信澳门 包括操纵卖淫 或者黄色事业 相关的一些犯罪问题 很坦白 即使我们打击了一个老虎之后 其实都未必能够完全压止 那我们怎么持续下去 将这些博彩叶周边的黄色 或者堵叶 就是禁毒的问题 能够减到最低 将社会影响减到最低 相信大家